这是我们寒假老师指派给我们的绘本功课 我的故事名称是吉姆的故事 吉姆的故事作者和绘者Ember 从前台南有个小孩叫吉姆 她的爸妈开了一间位于海边的旅馆 她平常都在旅馆里帮忙打扫和做杂物 其余的时间她喜欢和附近的朋友一起玩 夏天 吉姆做完她在旅馆的工作后 就跑去海边游泳 她刚好遇到她的绿西龟好朋友 她教吉姆如何看潮汐的变化来决定核实下水 绿西龟强调 退潮实下水会比较省体力哦 秋天时 秋天时 绿西龟离开台南后 她的好朋友黑面皮鹿正从北方飞回来 她们知道如何判别飞行时的方向 也教吉姆怎么把星星或太阳当紫北针 黑面皮鹿特别提到 绝对不能用月亮来判别方向哦 春天到时 春天到时 吉姆的好朋友紫斑蝶准备要飞往北边前 也教她如何运用风的力量一起摆动 紫斑蝶提醒道 绝对不能逆风飞行哦 慢慢长大的吉姆已经要离家去工作了 吉姆想当船员到全世界探险 所以她到港口码头去问问 正好有位教师摩列特的船长问她 你会做什么 一目回答 我和绿西龟学着看潮系来决定下水和上岸的时间 黑面皮鹿教我如何用星星和太阳来判别方向 紫斑蝶则教我如何运用风的力量 斯摩列特船长说 很好 这些技能就是船员需要知道的基本概念 你已经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寻找海盗留下来的宝藏了 几天后 他们就开船出发 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的宝藏 故事改编至日本民间故事金太郎和英国名著金银岛 本书作者Ember 出版豆豆出版社 本故事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的观看